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话题 那就是睡眠 具体来讲,我们主要是讨论一下中老年人改善睡眠质量和数量的最好的方法 如果您是一位中老年人或者您有一位需要改善睡眠的亲人 你就来对地方了 健康是四维的,也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首先我们就要来谈谈怎么样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 这个就像我们白天在规律的活动中获得我们的能量一样 我们身体也喜欢有一个睡眠的规律 所以这个中老年人应该尽量的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 同一个时间起床 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好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物中 让我们的睡眠的质量更好 其次是一定要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 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 所以睡眠的环境非常重要 卧室的舒适的舒适安静和黑暗 用窗帘耳塞和白噪音机来减少各种各样的干扰 当然了床枕头也都要比较舒适能够帮助你睡眠 为你打造一个比较温馨的睡眠环境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保持白天的活动 其实晚上睡觉的质量是从白天的活动开始的 白天一定要进行定期的体育锻炼 同时要享受阳光和白日光 那么这个都会改善我们身体的质量 当然了运动的强度有个人的情况来定 散步、打坐、游泳等等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避免在睡觉前过度的运动 这样会刺激你的身体让你入睡比较困难 还有朋友喜欢白天小睡一下 虽然小小的打个蹲可以让你精神焕发 但是如果你晚上入睡困难 你白天就要避免睡午觉 当然了你要确实要睡觉的话 尽量选择比较短暂的早午睡 那么比如说在一点到三点之间 睡眠不要超过20分钟 当然还有我们吃的东西 跟我们晚上睡觉也有关系 特别是午饭以后 大家要避免任何兴奋器 还有晚餐不要吃太多 那么咖啡因、里古丁、酒精这些东西 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质量 另外晚上吃的东西 要尽量的清淡一些 不要吃太辛辣、太油利的东西 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消化道 干扰我们的睡眠 在睡觉前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重要的准备活动 不光是给孩子们做 自己也要做 比如说建立一个放松的睡前的习惯 常常能够产生奇妙的效果 比如阅读一本书 洗个温水澡 打个座 或者是享受一些舒缓的音乐 这些活动都会向你身体发出一种信号 告诉他这时候是应该放松 或者准备睡眠了 当然有睡眠困难的朋友 他特别紧张 他又害怕睡不着觉 其实你只要躺平 把灯光关掉 闭上眼睛 放松 感受这一天的休息 带来的快乐就可以了 不要在乎是不是马上能入睡 你越是那么想的话 那入睡越困难 如果你尝试了所有这些策略 仍然还有睡眠的问题 那么就要找一找 有没有潜在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 慢性疼痛 不灵腿综合症等等 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大家就应该不要等待 尽量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看看影响你睡眠的 背后的健康因素 到底是什么 这样医生就可以评估你的情况 为你量身定制 比较适当的治疗方案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阳光的力量 白天在户外活动 沐浴在自然光中 它能够帮助调节我们的生物中 促进我们更健康的一个睡眠 和清醒的周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走出去 享受大自然 让阳光发挥它的魔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介绍了一些帮助 中老年人改善睡眠质量和数量的 绝佳策略 大家要记住 关键在于保持规律 创造一个失忆的睡眠环境 保持白天的活动 养成放松的 睡前的一些习惯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点赞和其他可能受益的人分享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祝大家睡得香甜 醒来精神焕发 端倪世界 我们下次再见